早上好,我是在美国,我在那个加州的Berkeley 加州大学Berkeley分校,我刚刚从那个San Diego搬过来 我两个孩子都在Berkeley念书,所以我们就搬过来了 那今天我要分享的这个话题是科普的,就是美高和美本的留学 那有些家长如果知道的话,我可能很快的过一遍 但是不是每个家长都搞得很清楚,就是怎么样,就是走留学美高和美本这条道路 我的这个以往的讲座,我可能有些家长听过,有些家长没有听过 我基本上还是强调一个找到一条合适自己孩子的道路 并不一定说要排名啊,要什么什么的 就是说还是要找到一个合适自己孩子的道路 那我今天就围绕着这个讲,我的这个本人的介绍我也不用太讲了太多 那我自己是卡纳尔大学的消费经济学的学士 在这之前是念密西根大学的东亚研究所 是念政治,浙江大学外语系本科毕业 卡纳尔大学毕业以后,我一直在高科技行业,美国高通做管理 第一个智能手机啊,第一个位置服务啊 都是我和我的团队领导研发的 那2002年到2004年,我被美国高通外派到北京 那我对这个中国的情况还是比较熟悉的 这以后我基本上每年都会出差去中国 甚至隔一个月在国内 另外一个月在美国 就是我工作蛮辛苦的 就是经常两边跑 所以我对国内的情况还是非常熟悉的 那我弟弟是麻省理工的 潘蓬凯博士是麻省理工的 Media Lab,多媒体实验室的博士 他初创了一家公司叫艾乐奇 你们可以百度一下 他是对学校的新东方 中国所有的教育上市公司吧 除了好未来,其他都是艾乐奇的客户 那也是美国高通,中国联想 还有其他的大型基金投资的 不过去年,2001年 因为中国双减政策的影响 现在很多业务没有办法进行 那我从2016年到2021年 帮他们招聘了很多美国老师 就全球的老师 80%是美国的文科老师 我手里,我们手里有10万个 这个全球的资深老师的一个数据库 那因为疫情 还有因为双减 这些老师 有些老师我就让他到 我自己创立的平台 就to seeheady.com上面来上课 主要的学生是美国学生 大部分学生是在加州 以高中生为主,初中生也不少 现在也有一些大学生在我们这里上课的 那除了跟这些多年的文科老师合作以外 我也聘用了一些美国的名校大学生 包括UC Berkeley的 还有Connor的 Michigan的 南加州大学的 UC San Diego的 因为这些学校的理工都比较强 美国高中缺少理工科的老师 像教计算机啊 生物的 所以我们跟他们合作 跟这些名校大学生合作 主要帮高中生辅导一下 这个AP计算机啊 数学啊 生物啊 化学啊 等类的 这些大学生都教得很好 而且大部分是华二代的学生 所以其实也是我们也是给 我人是华一嘛 就是在美国华一 也是给华二代提供一个 part time的工作机会 OK 那在这之前 这些以后 埃勒奇的这个全球首席发展观 招聘观以后 我又和原来的同事 高通的同事 现在是加州的顶级公立学校的 计算机老师 Mr.Morrow 我们开了一家 JAL Machine Learning 计算机学习的 这样的一个公司 那我们现在网站上有 Machine Learning Python那些课程 都是Next Dream这家公司设计的 2021年的8月份 我开始创造这个 Heddy.com这个网站 但是筹备 从2020年就开始了 我本人也是 康奈大学的这个校友招生官 基本上每年2月份 1月底到2月份 要面试 10到20个本地的学生 都是以San Diego为主 OK 是这样的一个背景 OK 那我们就切入主题 就是家长关心的 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讲这个 科普美高和美本 第一个问题 家长问的最多的 就是孩子 什么时候出国 更加合适 OK 下面就是可 就列一下 就美高的 我因为我这个 在这个 这个这个行 agenda讲稿上面 我们的网站 注册讲稿上面 也提到了 这样的几个话题 还有美高学生 美高学校和美本学校 我先以美高为主 怎么挑选 进了美高 就可以进美本 都是连在一起的 还有就有些家长 拿了绿卡 什么的 是不是更有优势 又担心拿了绿卡 会全球征税 什么的 都其他一些问题 还有我想解释一下 我们就是国内的 这个 这个升学机构 和美国本土的 升学机构 有些什么 基本的区别 最后再强调一下 美国留学美高和美本的 基本条件是什么 OK 基本条件 OK 那首先来就是 什么时候出国 OK 我把这张卡 这个丢了 没事 我刚才写了 可能忘了 那个 什么时候出国 那我就跟大家解释一下 美高 基本上名额最多的是 九年级 OK 九年级是中国的这个初三 初三名额最多了 那你们如果要来美国 念九年级的话 就是你的初二的 初二的上半年 八年级的上半年就要开始 就上半学期 就十月份九月份开始就要准备了 然后截止期是八年级的下半学期 就是下半学期的 这个初二的 这个一月份和二月份 截止 OK 是这样一个节点 那这个美国的申请 可能跟中国有些不一样 但对留学不是特别清楚的家长 就有的时候搞不明白 跨度为什么这么大 那现在有些学生 他说要过来说 哎呀 我这里国内念了一些 我想春天就来美国 就很难 因为美国基本上 学校都是以秋季入学的 就是春季入学名额有 但是非常少 十年级 十一年级也有 但是比九年级要少多了 因为美国的高中是四年的 所以我这个就跟你们讲清楚 如果你们孩子要来美国的话 申请九年级的名额最多了 OK 七年级八年级 你申请初中可以 但是除非你们有绿卡 家庭一起过来 什么什么的 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了 七年级八年级孩子还小了一点 很多学校不收的 OK 基本上国际学生以九年级 收的是最多了 那你们要真正开始准备的话 就是申请可能是 我就说八年级的上半学期 开始启动 但是这涉及到很多考试啊 有小托福啊 有一些SSAT啊 ICEA啊 ITP啊 反正我认一对名词 你现在听不懂也没问题 就是有一些标准化的考试 美国的私立学校的一些入学考试啊 这些这些考试都要准备的 那就回到了一些英文的最最基础的英文水平 OK 那孩子如果是在公立学校也好 在双语学校也好 在国学学校也好 都OK的啊 只要他这些考试 因为现在国内都是以前嘛 就现在不是了 就是说基本上孩子还是在校外 要学些东西的 或者自己在家里要补些英文的 只要他们能够英文考试 这些都能够考过 在国内的公立学校 能够来念美高的 只要他们能够考过这些考试 能够通过面试啊 文书啊 反正这个我到时候再具体讲一下 好吗 所以这个就是孩子什么时候 年级出国合适 基本上是初三 就来美国念九年级 OK 那就涉及到很多是九生九啊 什么十生十啊 这种九生十啊 这种OK 九生九OK的 就是国内的初三念完 你们再想到这里来念 OK 那孩子会更成熟一点 这个就是完全是家里自己的 这个 孩子自己的这个情况而决定的 不是说一定要所有的学生都要 觉得九生九 我们比较有优势 比人家九生十比较优势 那如果孩子特别在上海北京 这些地方深圳 如果你们英文很好的话 以上的国际学校 或者是双语学校 也没有必要 一定要九生九再重新读一年 OK 那公立学校过来的 如果英文基础不是特别强的 九生九也OK了 就是OK 呀 这个 但是我自己认为 就是孩子可以大一些 但是不要大的太多 如果说大同龄人两岁 确实还是有点 就是感觉好像其他孩子都是小娃娃 就是这个年龄还是要有点 但是也不能小的太多 因为你最好是跟同龄人在一起了 这是我自己个人的建议 OK 那这个下面的就是说 就是美高学校怎么挑选 怎么申请 大部分的家长就会去看排名 什么finding school 你们可能都懂得比我多多 可能就是这些app什么 你们都很熟的 中国的这个很多机构 搞这一套已经是非常非常有经验了 OK 那我这里我就告诉你 我如果说我的孩子来过来申请美高 我一般排名对我来说不是特别重要 首先城市和地域 就是你们自己想清楚 这个孩子要去哪里念书 对他来说比较合适的 是美东还是美西还是中部 OK 那因为很多家长可能原来都是海归 那你们可能对哪些城市比较熟悉 在哪些城市有朋友或者有亲戚 这其实这个主导的这个地位 就是这个这个选择的可能性 比说一定说排名更重要 OK 所以这个我就跟你讲清楚 美高其实不像美本一样 就是说哎呀 就是前十名前三二十名 美高的排名花头太多了 而且像 比如说我们森迪国有很好的学校 The Bishops OK 其实你在全国排名 你去查一下也上不了很多排名 他可能在Christian School里面 他搞个排名 肯定是没有像东部的 几所老牌的像Lawrenceville 这些老牌的这个排名的高 但是这个Bishop学校也很好的 那除了那个San Diego Bishops的话 还有其他的什么Pacific Ridge 这些私立学校都是非常不错的 孩子那个进的学校也很好的 课程也非常有挑战的 但是你到网上去查那些排名 可能就上不了全国的这种 特别高的排名榜吧 所以我就跟你说 美高申请的排名不是特别重要 关键是地域和城市 这是重要的 OK 你们孩子 你想把孩子放在哪个城市 就是他会对美国有哪些生活的体验 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我原来讲过 请了美高 就是留学美高的学生和家长 讲过这个技术和走读的 技术和走读是 有区别的 走读有走读的优势和劣势 季度有季度的优势和劣势 那我告诉你 技术的优势 当然保姆型啊 学校里都堪劳啊 你感觉比较安全啊 什么什么的 就是说 如果这个学校背景都特别好的话 不是所有的技术学校水平都很好的 我就跟你说 有的技术学校就是疫情之前嘛 那现在我就不知道了 可能有的也关掉了 就疫情之前招了很多国际学生 就是我纯粹是为了挣钱的 这种技术学校我是不建议你们去读的 OK 然后读了以后呢 你们在那边呢 就是孩子们会 就是跟同学都是讲 讲中文的同学 大陆来的学生就 每天每天都在一起 他这英文的进步不是那么快 OK 所以我就告诉你 技术学校因为很多同学 都是住在一起的 他们还是喜欢用中文来沟通的 所以这个是个问题 OK 那就讲到这个走读 走读的话可能会有一些 不确定性 因为如果碰到技术家庭非常好的话 那个我的 我原来在密西哥念书 我是住在host family 就是在这个技术家庭 他们对我非常非常好 像当孩子一样的 那你现在不一定能够碰到这么好的家庭 所以碰到好了 他就是什么都带你去玩啊 就是把你当孩子啊 什么什么碰到不好 他就是挣个钱 就是说OK 就帮你接送啊 什么给你三顿饭 有好有坏的 所以这个事情 这个走读和技术 他们都有各有千秋的 那到时候 如果说我们帮你申请的话 我们到时候讨论一下 因为有的孩子 他自己想到美国人家庭去住 他想练习这个口语 有些孩子觉得说 我是在技术学校里面 boarding school里面 会更加comfortable OK 所以这个是因人而异的 没有一定说技术的学校 boarding school和这个一定比走读好 or vice versa OK 那还有就是提供的课程的难易度 这个完全又是跟孩子的有关系 如果孩子英文非常好 国际学校过来 双语学校过来的 他马上能够接入的 那课程是越难越好 你就看学校里如果说AP多一些啊 他的那个比较unique的这个课程 多一些啊 就像我又回到那个Bishops OK San Diego的学校 他们会offer一些就是说American的这个literacy 是妇女作家的这种 这个这个这个作品的鉴赏 而这种课程一般公立学校不多的 所以他们比较那个有一些有趣的课程 那我们就看他这个学校就是说 这前四年前五年 他们的进的学生是去哪里的走向 还有他们课程的难易 还有你孩子是不是能够一下进来适合适应 因为你九年级虽然说九年级 如果你到加州来申请UC 九年级成绩还不看的 OK就这么跟你说 但是呢很多人他不过来 他过来肯定想申请私立学校 九年级都还看的 所以一下子过来一个学校呢 成绩功课特别特别难呢 你把成绩搞得如果不是特别好呢 其实也有点挑战了以后 OK所以我就跟你讲 讲一些平衡 就是关键就还合适自己的 当然师生比例啊 这些都要作为考虑 那现在其实最复杂的问题就是说 这个有一些入门考试 那很多家长会来找我 就是哎呀呀想申请美高 要过来 那我很多时候我就给他一个链接 到时候我在群里面 那个刘雪芹我发一个链接 你们如果孩子可以英文测试一下 我知道一般英文到什么程度了 那就是他可能到时候再去考托福啊 或者已经考托福 他成绩会好一些 因为有些孩子 因为没有到这个水平 还是蛮难的 那其他的东西就是说 像这个文书啊什么什么 都是跟英文挂钩的 可能国内的有些中介 他说哎我会帮你写啊 什么什么都没问题 首先我们不会帮你写 OK 我们会指导你 你要自己写 问题是即使人家中介帮你写了 美高是逃不过那个的 逃不过面试的 美本可以 美本因为你公立学校什么啥都不面试的 美高是逃不了的 因为那个美高他们 而且美高是挑家长的 他一定要跟家长面试 很多好的美高 是要跟家长面试的 所以他们要挑家长挑学生 最后啥啥啥全部给你包装好了 讲得很好听 最后你这个面试过不了 那学校里也是来不了的 所以我们这个美国 那个美高挑的 除非就是那是挣钱的 那有些中介是两边挣的 他们到那个跟一些合作机构啊 特别是boarding school啊 就是一些合作学校 大量的把中国学生送出来 那种学校 我那个是不建议的 你还是过来的话 还是要看一看你国际学生的比例 一般的学校 国际学生就是10% 最多不超过20% 是一个比较reasonable的 15%是最多了 那你你这个 这个这些比例啊 什么什么都要看一下的 OK 呀 所以这个我就讲 讲了那个申请的 这个 美高的文数蛮多的 我就跟你们讲 文数蛮多的 美高呢 你说说这背景几声啊啥的 其实孩子们 你说一个孩子 六年级七年级八年级 你有啥的 什么什么大作品 我觉得也不是 一定要需要什么这个竞赛 那个竞赛的 就是很多孩子都有活动的 就他跳芭蕾啊 唱歌啊 那就够了 不一定说 一定怎么怎么怎么 怎么搞牛娃的这种 但是他这个英文要好 家庭背景要比较reasonable 那他们这个肯定会考虑的 但是你要想 要搞一些叫Lawrenceville 还有一些什么的 什么Extra 什么Philips Academy 这种学校 跑到东部的 就是顶级顶级的 美国的这种Botting School 是很难的 因为我就告诉你 除非你们有家庭背景 我不是说 我不是说那些学校 就只挑家庭背景 奇葩的孩子 但是他们如果说你 老爸老妈是哪个哪个哪个的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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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不说了 就是有背景的话 其实进那些学校 可能性会高一些 而且这些学校 也看很多捐款的 他入学的时候 他不是说要你一定要先捐 再进 我想这个也太奇葩了 但是很多私立学校 都是你孩子 孩子要继续在那边读 他要期待家长 要做一些捐款的 OK 所以特别顶级的 美高的学校 会有些名额 会留给一些背景 不一般的家庭 OK 我就这样讲到这里 大家都知道了 我的意思了 OK 下面 OK 然后这再科普一下吧 就是拿绿卡不拿绿卡 你拿绿卡来过来 你就是 就是就是 就是美国人了 OK 不管是公民也是绿卡 反正在美国 待遇是几乎是差不多的 OK 那你那个 就是 算是美国本土学生了 本土学生的话 你就可以上公立学校 OK 你不一定要上私立学校 我这里讲的美高 基本上都是私立学校 如果没有这个身份的话 你是上不了那个公立学校 OK 但是呢 你一旦拿到绿卡 你就算于美国本土学生 那国际学生 很多学校是单独有招生名额的 我现在 记不清了 我想去看那儿看一下 我记得原来大概百分之十几吧 百分之十二吧 是给国际学生的 那在美国的国际学生 和在国内申请过来的国际学生 都是你 你apply to common app 你都是international student 只不过你的高中是在 哪个四年 是在这里念的 另外一个学生 四年是在中国念的 反正一句话我就告诉你 基本上 在美国念美高的学生 在申请美国好的 本土的美本 是绝对有优势的 那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的这个 他们这些 对这些中学 就是 我不能说是feeder school 就是在这里念的这个 这个中学 他们都是比较熟悉的 就是知根知底的 当然 可以什么 什么北斯大附中 人民大学附中 这些学校 那个国内 他们也熟悉 没问题 但是 基本上 特别这种顶尖的 因为每年国际学生 你们看发榜 什么MIT 什么 一堆赛出来 特别有些留学的 这个中介 他会 那个 说是 这个孩子 申请 是从哪里申请的 OK 我这个 往下面去看一下 等一下 那个 刚才是讲到哪里 OK 这里 对 OK 讲到这里 那那个 他们的 这个 有些中介 他会晒榜的说 诶 入了 比如说五个 国际学生 MIT 四个是在 美国 念高中的 一个是国际 大陆过来的 这个数据 反正网上有 每年 不一样 但是基本上 从国内申请的 过来到 直接来美国念 名校的学生 是越来越难了 就是这一点 这也没有办法 越来越难了 因为很多的 好的学生 他们都已经开始 走美高这条路了 OK OK 那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再科普一下 就是 国内的中介和 我们 我们公司 我不提其他公司 美国本土的升学顾问 因为 美国本土的升学顾问 很多都是小 小众的 因为有个家长问 他说你们排名 什么什么的 因为升学顾问 这个都是小众的行业 没有说一家公司 做得特别特别大 而且都是跟地域 蛮有关系的 因为有些家长觉得 你比较熟悉我的学校 其实 其实也 也不是说 一定说这个老师 就在 住在你们家 学校边上 他对这个学校 就特别熟悉 因为这些老师都 很有经验 因为很多 美国高中的那些课程 offer那些俱乐部 那些信息 网上都有 我们老师一看 就知道这个学校 是什么样的一个制度 然后有什么样的 activity 他完全可以 帮助孩子 所以我们的 这个升学顾问 反正都是给 全球的学生 提供 升学顾问 提供服务的 不是说 一定是 对这家的中学 这个首席 那个首席 没有 因为他们上手很快 我只能说 因为他们非常有经验 他们一看 这些课程 活动 网站 跟学生 不同的学生 一聊天 都很清楚了 OK 那我就现在 再回到这个话题 就是说 到底这个升学顾问 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国内的 我的理解就是 很多升学顾问 是分割服务的 你有科服务 然后有管理 升学的顾问 选择什么什么大学 然后还有文书老师 是分开来的 OK 那我们呢 就是说 我们是资深的顾问 一个老师 从头带到尾的 因为这样的话 对孩子比较有安全感 孩子不要说 今天见A 明天见B 后天见C 要见三个大人 因为你们都知道 孩子的跟 承认的这个暖 这个warm up 就是这个熟悉程度 它是需要一些时间的 所以我们的设计的 就是你开始见面 免费的consultation 就是要跟这个老师 你就跟这个老师见面 然后这个老师 从头服务 从头到尾 就全是帮你 帮你孩子的 就是短信啊 微信啊 Zoom啊 Google Doc啊 什么都 就是一个老师 跟你们服务的 那家长如果有什么问题 他直接可以去找老师 那实在如果有什么问题 他语言有什么问题的话 他可以来找我们公司 没有问题的 因为我们找的老师 都是非常有经验 非常负责任 非常热爱这个行业的 OK 所以这个 这个跟 主要跟很多的 国内的这个 机构是不一样 那我们呢 也 我们本来这个公司 初创的这个 理由 就是不叫理由 初创的这个 最初中 初中 对 初中 就是初创的初中 是为了 帮助老师 帮助学生 OK 我们这个平台 整个产品的设计 都是中学生设计 也有大学生 有些是大学生 像 Walton Washington Lea Berkeley UCLEA 那个时候 那个是高中生 现在是UCSD的学生 那这个先是NYU的 这个在 Botting School 念书 现在还在Botting School 念书 就这些 孩子们设计的 这样一个产品 这个logo 就是以我们家 小狗为命名的 OK 那我们的 这个整个初中 就是你可以看一下 就是英文 没有翻译成中文 就是为什么 会有这家公司 Hattie 是为了帮助老师 我们跟实习生 我们每个星期 跟他们开会 我们都有个nickname 叫Help Our Teachers Hot 我们内部的 project名字叫Hot Hot 就是Help Our Teachers 所以我们是 Help Our Teachers who help the students 就帮助老师 帮助学生的 那回到这里来说的话 我们不分割 那如果说 作为一家公司 人家说 哎呀你们学生 家长会把 跟老师单独签合同 这个这个带走啊 像新东方的民事 自己单独出去做啊 什么什么 很正常 但是我自己 很心很平 因为我本身的 这个这个job 我为什么创立 这个Hattie这个公司 跟这些孩子们 我们就是 Help Our Teachers 帮助我们的老师 如果有的老师 觉得他 跟家长单独去找他了 他如果这样做 我们OK了 因为我是帮他 找到学生了 OK 只不过一个是 中国平台 一个是单独了 但是大部分老师 我们有家长 去单独去找老师的 就哎呀 你帮我省点钱 就我自己付给你 什么什么 我们老师 跟我们很多年了 他们都会来找我们 就是说OK 这个家长来找我们 然后我们自己再去 跟家长去沟通 OK 很少 但是有的 OK 有些家长会这么做的 所以 所以 从这个 业务上来说 如果带孩子做的 不是特别好的话 他们可能会 可能 我不能说全部 带孩子做了一些 就是说 我帮你写一下 反正你写不出来 我就帮你写一下 那我这里呢 我们这里跟老师 跟学生一直强调 我们一直强调的是说 因为我们是美国公司 我们有自己的 这个professionary 有这个ethical 美国的这些标准 我们要follow的 所以像带写文书 这些东西是OK 绝对不能的 绝对不行的 那我们是要push 我们要让孩子自己做 自己做 不是说 让机构过来 我去交给你了 你们都帮我干了 那我最后是 害了你们孩子 因为 最后孩子 也是拉美国的 到进了大学 OK 你进了大学 可能有人帮你 帮你什么什么什么 搞一下回家作业 但是考试 还是要你自己考的 奥特明明校 Berkeley这种学校 我想 这种代考 可能蛮难的 OK 其他的这种 野鸡大学 我不知道 我就跟你说 所以 这个孩子 最终自己 还是要走上社会的 你面试 你总不能找 找一个人来面试吧 这次我和我们家 朗尔 就是面试一堆的那种 高科技公司的 暑期实习吧 他最后回来 跟我讲一句 他说的 意思就是说 你简历上再写 都没用的 最后还是你的能力 因为他考 你知道他面试 暑期面试 他们面试好几轮 有的有一轮 他会五个小时长 长达五个小时 三个人过来考 他一些技术问题 还要考他一些 一些行为问题 所以你可以把 你的简历搞得 非常非常漂亮 你要帮你代写 最后 你还是 这个真实的本领 还是要显出来的 所以我的孩子 他19岁 他就跟我说 他说 it's the skills 就是说 是真正的能力 let you get your job 不是这个简历的 这个装饰 所以你们孩子 小过来 比如九年级 十年级过来 我是希望 让我们的老师 push 提醒 鼓励 让你们孩子 很多事情自己做了 OK 自己做了 不是我们带你做了 所以这个我觉得 国内机构 跟我理念 相似的 肯定有的 但是 很多机构 他可能 这个有人力啊 什么的 他可能有些 会带坐了 那我就觉得 我这个跟你们 是完全不一样 你们如果找一个机构 要很多事情要包办的 我这里不是一家 你们希望合作的机构 OK 还有下面一点 就是这个 刚才讲了 OK 还有呢 就是 这个我刚才讲了 我们还是想 国内呢 他会讲到一些背景提升 一些包装 一些东西 我们也当然会给你们 提供一些背景提升 我们这里有实习 有义工啊 我们现在跟 明年暑假 可能会跟 格林纳达 是一个很小的国家 是加勒比海的 他原来 老早的 Founding father的孩子 就是首相的孩子 跟我是很好的朋友 他也是 我个人的CEO的coach 他是Harvard educated 那我们一起合作 想在格林纳达 开一些项目 让孩子接触 就是说海洋 Oceanography啊 接触他的plantation啊 帮他们做一些 当地的 可能做一些 义工这些活动 所以我们也会有的 我们网上很多机会 都会登出来的 这个没有问题 OK 但是从 不管是什么活动 我们还是要强调一些 刚才我强调的 一些基础的能力 就孩子自己 时间管理啊 团队啊 跟成人沟通啊 还有一个最最最最大的能力 我没有写出来 在这里 就是怎么去seek help 怎么去寻求帮忙 OK 这个能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们今天 有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我有个很好的朋友 他把孩子都交给我的 他就说 哎呀 等等老师啊 你跟我们孩子聊一聊啊 什么的 我就告诉他了 我就跟他说了 我说你让孩子给我写微信 或者短信 让他来告诉他 跟我聊什么东西 一二三四 OK 那不是说我去找他 我要让他去有些initiative 所以这种很小的事情 我们老师也是的 如果有什么问题 让孩子去text他 那他们如果不text 我们再去找他 找他找了两次不找 我不是说找不到一次 我就给你们告状了 家长告状 我们给他两次的机会 再找不到了 我们到家长这里告状了 所以我们就是这种很小的事情 都是要锻炼一个孩子的一个这样的 一种基本的这种生活能力和学习能力 OK 那最后的我强调一些 就是我们美国本土的老师 就是三观呢 因为在美国嘛 就是这个基本上跟 我们的老师 很多老师说 college counselor 都是原来private school 就是私立学校的 或者是公立学校的 专门帮孩子做那个 那个申请大学的 就他们 而且他们很多是文科老师 原来都是英文老师出身的 那他们的三观 跟美国的大学招生观 现在都是蛮接近的 OK 因为美国招生观 现在也越来越的这个diversify 就越来越多元化 多元化嘛 但是到目前为止 我们大陆的背景 教育的背景 像我这样的人 就是第一代移民 在美国做大学招生观 不多 大部分还是这里土生土长的 美国人在做一些招生观 所以他们的这个三观很相似 不仅三观很相似 他们受到的这个教育 和对学生本人 和学生写的文书的 鉴赏能力是类似的 因为我们中国受的教育 我们的思维方式和我们的写作方式 跟美国的写文书的这种思维方式 是不一样的 这个事情呢 我亲自就是 有的时候家长写了说 给我这个是我写的 这我改 这是老师改的 确实有非常大的差异 这个差异 主要是在一个思维的结构 因为我们呢 可能从小教的要表决心 要讲自己 就是说怎么克服困难什么事呢 但是美国的这种思维 它会比较 它会可以OK你去暴露一些你的弱点 但它不是就是说 这是我的弱点 这是我的优点 它会用一些小的故事啊 用一些很 这个比较很好的这种文书的方式 会表达出来 就这样的这个事 所以我们很多家长说 我要帮我的孩子改文书 就说哎呀 我是理解我的孩子 你们不理解我的孩子 其实我告诉你 首先就是从这个思维方式来说的话 我们希望这孩子表现出来的 就是写的这个风格 还有他这个结构 是能够美国招生观 就是能够欣赏的 所以这个三观和这个写作的 这个思维结构 两边差异还是蛮大的 虽然我们第一代移民在这里 如果是我帮孩子改 我也改不到我们老师那种水平 因为我没有在这里受过 这个美国的这个中学和美国本 这个本科的教育 还是蛮差别 虽然说我们这里的很多家长 都是博士生啊 名校啊什么什么的 但是还是有差别 前面18年和22年的教育 对人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我这个事情讲清楚 很多爸爸妈妈觉得说 我对自己孩子很了解 其实我们老师看了孩子多了 我们老师对孩子非常非常了解 只要家长跟老师有一些 不同的意见的时候 我可以百分之百的告诉你 我的老师都是对的 我不是替我的老师来辩护 我的老师看人太准了 他们学生看的太多了 OK 所以我就这样 我就这个这里我讲一下 这个事情我用话解释了蛮多的 我想你们也知道这个意思了 因为这前面22年的成长背景 即使我在这里 我也没有达不到他们这样的水平 OK OK 那下面就回到一个就是留学美高和美本的 基本条件就一句话 要英文要好 英文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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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很多家长会来找我 说我们孩子需要帮忙 我很多时候就是说 OK 要么我自己跟孩子聊一下 要么我给他发个测试链接 要么就问一下你托付考了多少 你那个那个那个SSAT啊 SAT考了多少 这个是蛮重要的 所以英文不好过来 就是会很吃亏 我们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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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装 包好了什么什么 再到这里了 也是很吃亏 所以你们说要留学 就一句话 所以这个你们可能过来的家长 七年级八年级还有一些时间 OK Never too late 就是永远不会 这个这个活到老学到老 我就这么解释吧 就我自己都年纪已经很大很大了 我还在学这个西班牙语啊 这个这个就学这个第五个语言 OK 我学过法语德语 但是都不是说特别特别留意 但是我现在对西班牙语特别感兴趣 因为人在加州嘛 我都能学你们孩子一定能学的 一定是如果要一定要跟他讲清楚 如果你们孩子想来的话 一定其实这个事情就英文要好 英文要好 英文要好 因为只有英文好 他到这里来了以后 他有困难 他才可以寻求帮忙 然后他跟美国孩子能够交朋友 他才有自信心 他跟老师能够打交道 他才有confidence OK 那英文好 他这里的功课应该问题不大的 因为其他数学什么什么都没问题的 最大的问题就是英文要好 那当然也需要这个家庭的财力 因为留学美国美本美高和包括英国也都不贵 不便宜 现在基本上这个学费加住宿费 基本上打底了要五六万美金吧 那如果你要美本的话 要pattern像卡内尔的哈佛的这种 哈利巴特加起来的话 八九万美金嘛 那现在按照人民币的话 我不知道 是反正六十多万 八乘上七五六十万一年嘛 这个人民币一年 所以一个财力一个英文要好 OK 那在我这下面就开始 你们可以问一些问题了 我下面就在 在这个 这个回到 我刚才一张纸 其实我写了 但是我把它给塞了忘了 就是孩子要 你要跟孩子要讲明清 就是不是说你一定把这个孩子推出来 孩子自己一定要想来 孩子自己一定要想来 因为这个蛮关键 因为如果孩子是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mommy's boy mommy's girl 想待在学 那个在国内 你就让他待 没问题的 OK 到时候美本 ready了 或者美颜都可以出来的 机会大把 OK 我呢帮助一个学生 这个学生 我们帮他美高 都搞到很好的学校 他自己的第一选择 他很喜欢 最后他决定他不来了 OK 不来了 那在国内申请 后来我又帮他美本申请 现在美本出来 他很开心 开心得不得了 OK 到处在玩 反正 我最近没跟他联系 但是我跟另外一个同学 我们是Mutual Friend的 一个学生联系 所以他很开心 OK 那我觉得 it's great OK 虽然当时我们也是 犹豫了老半天 他妈妈也很开放 就是说 也交了钱了 也把他搞进来了 老了半天了 他就一直在 最后还是孩子自己的决定 所以我们还是想 就是说你最后 这个出不出来 因为你如果来申请 九年级的话 八年级 十三十四岁的孩子 他自己应该心里 有点疏脏了 OK 好的 那我就基本上 就讲到这里 我今天主要是想 来 你们有什么问题 我可以再帮你们回答的 OK 嗯 好了 那我就那个了 你们有问题吗 我讲了四十分钟 还是超过了 没问题 我就这么寂寞 真没问题 一个问题也没有 我们这活动 就这么寂寞吗 真的没有问题吗 一个问题也没有 哦 你没听不到声音啊 哦 有兰达 你说有兰达 对不起 有兰达 你好 大大老师 听到吗 听见 听见 你说 OK 哎 大老师 我想问一下 我们家有一个老二女孩 嗯 现在是五年级 过内长学五年级 嗯 除了英文之外 就是说 女孩子也有一颗 想去读的心 就是 嗯 但是我就想听 大大老师 就是女孩子去读 美高的话 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 或者 有什么特别要准备的 或者是 我们家感想注意 注意的问题 嗯 我觉得女孩子跟男孩子 没什么差别吧 女孩子一般早熟一点嘛 如果她英文好 她只想来读 你就送她出来读 到时候就帮她选学校 什么 她自己感到比较温暖的学校 到时候再挑嘛 我觉得没有说特别的要 跟男孩子有什么差别的 关键她自己的一个独立能力 就是 嗯 嗯 因为 我感觉女孩子对青春期的男孩子 会有 完全 不一样啊 所以 因为她美高初熟久的话 也正值她这个时期 会不会就是说 我考虑这一点 会不会有 有所不同的 哦 我我我告诉你 对对对对 青春期 嗯 大家都有的 嗯 但是你只要把她放到一个学校 她比较温暖的 而且呢 不要说搞得太难太难 压力太大了 就没OK了 你压力特别大的 你肯定有 很容易出事的 就是很容易会紧张啊 焦虑啊 到时候又又 对对对 他只要孩子们 我告诉你 一个他学校里老师 关系不错 老师喜欢他们 OK 还有个他要有朋友 关键是要有朋友 嗯 嗯 就可以了 哦 好的 啊 就是 接下来的两点 哎 好吗 每个青春期 不管在哪里都有 他不出来在家里 这个青春期的问题 如果你把他放在 边上一个学校 他学校压力很大 他问题也出来了 嗯 因为 像我们这样子去中美 高一般都是考虑 技术嘛 因为父母有在身边 对 对 所以就想到这一块 就是说 有 有些孩子会得了抑郁回来的 有碰到几个 有这方面的担心 特别是女孩子会多一点 是 是 女孩子的 这个 大脑皮层 这整个结构 跟男生有点不一样 对 女孩子容易得一些 精神上的这个问题 呀 但是呢 就是说 呃 在 美国的美本的孩子 这个女孩子也有问题 你懂我意思吧 就不是说这个问题 一定是留学生的问题 就是 嗯 呀 嗯 好的 嗯 呀 谢谢 啊 没问题 那个还有一个家长 叫云辉 他跑掉了 他刚才举手了 后来又走了 哦对 带 小带 啊 请讲 听见吗 喂 小带 带 带 新语 啊 他举了手 他没有声音 没有声音 小带 在吗 喂 哦 他没有声音 OK 好像麦克风 有点问题啊 那你就打字吧 我来讲 打字 麦克风 有点问题 你的麦克风 有点问题 OK 你打一下 然后我来回答 看看有其他有家长 有什么问题吗 嗯 OK 女孩子来读书 有没有那个 就是你们这边推荐的 是最好家长陪读啊 还是 呃 就上boarding 那种好一些 嗯 两边都可以 走读 我刚才讲了 走读也OK的啦 因为boarding的话 嗯 有的boarding 中国孩子实在太多了 所以 如果真的来上boarding 大家都讲中文的话 其实他四年白读了 是有些风险的 就是 那那样说的话 如果家长能够 能够陪读 是不是最好 哎 家长没法陪读啊 因为你没有身份啊 你只能 只能是B1的签证 最多在美国 只能待半年 除非你有绿卡身份 对 这点我再讲清楚 有一些家长 我还没想到 呃 因为这个科普 家长还不知道 中国的家长 拿的中国护照 在美国 没有陪读的签证的 没有陪读的 你们孩子是拿的F1的签证 是学校给的 你们孩子可以在美国待 三年四年 只要他在美国读书 他就能在在美国 家长没有陪读的 你最多过来 看他半年 你到了半年 你要回去的 除非你们家长有绿卡 OK 或者有美国护照 你可以回来 那就不一样了 OK 小戴还有什么问题吗 他明白 那科封有点问题 哦好的 我有个问题 要问潘老师 于是我身边有些朋友 在给孩子申请 加拿大的高中 呃 这个是什么 关键点 跟美高有什么区别 而是如果要走 美高这个路线的话 除了英文和学会 还要培养什么爱好 OK 好的 那我回答一下 就是加拿大的高中 也OK啦 加拿大的那个学 那个也不错 但是总的来说 美国的高等教育的话 呃 美国的大学 比加拿大的大学 要厉害的多 全世界排名很多好的学校 都是在美国 所以如果你们来 呃 美国念 美高念的话 我 那个感觉 就是不叫感觉了 就申请 美本 肯定会有 有些优势的 呃 申请美本 会有一些优势 但加拿大也OK啦 我们也在有 加拿大的留学生 是从中国留学到加拿大 今年我们也帮他 申请到了非常好的 美国本土学校 呀 呀 问题不大 就是 嗯 所以我希望我回答 你的问题了 呃 应该的 美国和加拿大制度 差不多 没有说特别大 就看你们孩子喜欢哪里 呃 美国的学校选择比较多一些 加拿大呢 就除了温哥华这里 稍微 夏天暖和一点 其他地方冬天就冷的 不得了 冷的不得了 所以还有一些 就是法语区啊 什么的 这个Montreal 就是看你们自己的 个人的选择 就是一样 嗯 二是如果孩子走美高的路线的话 除了英文和学科 呃 这个爱好就是你们 他学校里没有一定要 说你要打球的和唱歌的跳舞的 这个你们自己孩子喜欢什么 你就让他玩什么好了 嗯 美国学校没有任何要求 一定要说玩这个玩那个的 没有的 嗯 然后你们自己如果有时间 比如说去搞个robotics 跟学一些编程 或者搞一些画画唱歌跳舞 都OK的 孩子小 我们不期望孩子一定是在哪个领域里面 是成为一个专家 是不可能的 OK 所以只要孩子喜欢玩什么 你就让他玩 就是英文和学科搞好以外 成绩单要漂亮 那英文还会搞那个好的话 就会标准化考试 成绩要高 口语能力要好 文书要写的好 那你说他们会问你 就是哎你喜欢什么 你爱喜欢什么就玩 你喜欢玩模仿啊 喜欢做饭啊 anything it's okay 没有一个说 一个是美国高中喜欢的爱好 是there's no 没有这样的一个排名的 OK 好吗小代 希望我把这个事情回答清楚了 好的 那个iPhone 你先来吧 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叫 你说 你好 你好 我想问一下那个 因为我的那个 得到的信息是 小孩没有满16岁的时候 这个有一个家长是可以 来那个叫陪读 现在概念不对了 应该叫短期的陪护吧 那么是可以获得这个 护照和签证过来陪小孩 那么这种需要哪些 那个文案上的这个 比如说支撑 比如说需要学校 还是说你们机构 还是说谁提供证明 来证明这个小孩 需要去陪护或者怎么样啊 没有的 你就过来你作为B1签证 就可以了 如果你签证的时候 告诉他你孩子来这里念美高 你过来看他半年OK的 没有一个签证 说叫半读签证的 没有的 也就是说他最常实现 也就是最多让你过来 陪护他半年 然后你就得回去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 把所有的东西给他弄好了 比如说技术家庭 这些弄好了之后 大人就得回去 下一次再要去的时候 你又需要再签证 再去看孩子 是这个意思吧 如果美国十年签证 你现在还是有效的话 你随时都可以来 OK OK 但是不能待得太久 让人家感觉到 懂我意思吧 你就半年待好 你就要回去了 回去待半年 也可以再回来 如果你有条件的话 没有问题的 但这个事情是你个人的选择 美国没有一个陪读签证的 OK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现在因为 不是全国疫情 那个全世界的疫情嘛 现在美国对这个 中国来的留学生 还是有这个 疫苗的邀请呢 还是说已经取消掉了 哦 这个东西 我现在一下子搞不清 好像没有太 那个没有 没有百分之百的 因为很多地方都已经开放了 就是说 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 我现在真的回答不了 就是可能要看一下学校 可以看一下州 跟州有关系 可能是 有的州比较保守 就是他认为疫苗没用的 可能不一定需要疫苗 那可能在加州很多事情 比如说我 我那个那个 那个那天我到谷歌去吃个饭 我他们还是要查疫苗的 就是每个州 每个公司 每个学校都不一样 可能 你是说那个 入境的时候 在哪个州 入境呢 还是说 它落地了之后 在哪个州去生活 需要看这个东西 还是怎么样 我觉得我现在这两天没看 我觉得入境 现在跟疫苗 没有什么关系了 但是你不要 把我百分之百的 我要去上谷歌新闻看一下 我觉得入境 没有有疫苗的这个要求了 但是那个学校里 孩子要不要打疫苗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跟学校可能有关系的 OK 明白 OK 大致明白了 OK 谢谢 非常感谢 没问题 好的 那个 Leo Leo 老师你好 就是我想 请教一下 那个 如果读美高的话 他这个年龄最大 是能到多少岁 比如说高一高二 或者 对 我们有11年级 申请11年级的 就是在美国 在国内的高二 读完了以后 在这里再来读高二 就是有的 这是最12年级来 很难了 就是一般是11年级 最晚最晚11年级 是11年级有的 嗯 哦 那 那如果是 比如说 高 高三升高二呢 或者 高二升高一 这种 可以吗 呃 对啊 你就是 哦 你在这样一年级 你在国内念了11年级 你在这里读10年级 我觉得有点困难的 就他们这个是有年龄限制吗 比如说 有 他会看你现在读了几年级 还是有年龄限制 呃 年龄倒不是 他还是看你 原来读的是几年级 一般平生 你10年级到10年级 OK 你10年级再降 在10年级读完了 再来降9年级 有的学校不一定会收的 嗯 OK 那这个事情 你们如果要我们帮你弄 我们到时候 再跟学校商量 我们会个体考虑的 OK 好的好的 嗯 好的好的 那 那还有一个你就是比如说是本科的话 他 他比如说没本 他 他读的 他招生的比如一年一年级啊 他招生的最大的年龄是多少 没有没有限制的 美国没有限制的 嗯 哦 一年级没有年龄限制是吧 没有没有没有任何年龄限制的 对 没有的 哦 好的好的 我原来在在康奈尔念研究生 我是念研究生 我的同学50多岁 这也可以是吧 没有没有没有限制的年龄 嗯 哦 好的好的 谢谢你 耶 没问题的 啊 那个美玉石头 哦 老师您好 那个我 我的孩子是国内念十年级 然后在国际双语学校 嗯 嗯 我们高中就不准备出去了 但是是计划生美本 嗯 那么我就想请问您这边呃 生美本 您这边做顾问公司 那么对国内的孩子这样的呃 一路帮助呃 可以做哪些 然后呃 如果做的话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嗯 我的我们这里孩子 最小的是生美本啊 是七年级 七年级开始 最小 他是美高 先生美高 然后再生美本 但是当时接过来的时候 应该是七年级 最晚接过来的 我们现在是十一年级 就是前几个月接过来 现在在申请的 每个孩子情况不一样 嗯 所以 哦 明白了 嗯 基本上呃 我们如果说你们想找顾问的话 最晚最晚 就现在十一年级的孩子 这个应该是蛮晚的 到明年五月份 因为我们的老师呢 名额也有限的 我们每个老师就带十二个孩子 哦 那我要给你们做的老师 我基本上如果孩子英文OK的话 我肯定是给你们美国东部的老师 因为美国东部的老师早上能爬起来 你们晚上能够沟通的 嗯 是的 因为我儿子呢 他是属于一个文科类的 他还不是那种理科生 嗯 那么文科文科类的 我就不是特别想在国内找中介 因为我觉得你是有一个文化和地域 还有这个经验的积累 那么国内的文科 那可能过重于的是这种包装 我并不是特别喜欢 那我还是挺喜欢接 找一个接地器的老师 然后带着他 包括做前期的规划呀 活动啊 还有一些课程的选择 对 那我后面跟您再私信 然后我想跟您再进一步的了解一下 包括这个费用啊 时间啊 还有老师的这个推键 可以的 因为是个小男孩 对男孩学文科 还有第二个问题 您在这个前面讲座一直提到 就是说 这个英文程度一定要好 那么这个英文程度好 因为我们 我儿子是从高中以后 开始转到这个国际这个轨道上来的 那他的英文 因为国内的就是中考之后 就是转过来呢 就是从九年级 升十年级这样转 所以现在开始呢 我刚十年级刚开学 大概两个月这个样子吧 那么仅限于就是学这个托福 我是还是觉得他英文 怎么说呢 就是现在除了学托福 我都不知道在哪几个方面 能够帮助他快速的提升这个英文的水平 那么听说读写 您有什么更多的 或者更好的方 方便给他推荐一下吗 嗯嗯嗯 就学习的建议 对对对 有有有 我们这里反正 我以前的那个讲座也讲到 怎么学英文 提到过的 其实学语言都是输入和输出 如果你们孩子正这样掌握的话 他一定多读和多听 多读和多听 才能说的好 写的好 OK 那这个事情很多是免费的 他也不需要花很多钱 只要他愿意的话 我们也有些app 我们到时候可以给你推荐的 没有问题 都是免费的 那当然 这个自己自我学的 像我在学西班牙语 嗯 他有一些规矩 还得要老师教 你知道吗 就是这个规矩 这个我明白 对对对 所以我是建议自己孩子 做一些沉浸式的学习 然后呢 再找一个好的老师 我们今年暑假 对做引导 对对 我们今年暑假帮一个孩子 一天上 一个星期上三次 孩子效果非常好 但是孩子一回技术学校以后呢 没有这个款境了 以后他肯定要有些退步了 就是 所以我就 我们这些 我们网上的这个辅导老师 我们英文 而且我们有循序 渐进的课程 我们可以帮你孩子测一下 就是 因为多读和多听吧 就是国内这个多读 读那么读是小说 因为他们现在学校 老师也是读小说 那多听呢 听呢 我们现在听也就听BBC 然后再听一些 其他的 就是说有没有更好的 就是刚才您说的 这个学习的APP 如果您会后 您可以推荐的话 那就 非常感谢了 有有有 到时候你加我一下 我让一下团队 然后我们给你的测试链接 我把所有的资源都给你的 没问题的 然后你那个 我们到时候再聊个了 我们都有标准的流程的 我们一般的话 所有的这个报价 还有服务 就是服务 反正我就跟你们说 就是一对一的 免费的45分钟 但是在建免费之前 我一定会把所有的内容 跟家长先邮件给他们 家长OK的话 我们就安排跟孩子免费的 那我一定要让孩子 自己填一张表格 我们叫college intake OK 那每高的孩子就小一点 那家长可以填 但是来每本孩子 我是希望自己要他填的 他填了以后 他自己想要 不是说我们几个大人 在那边搓火 你知道吧 就他有个initiative 填完了以后 我们老师会跟他 见面的45分钟 见完以后 你们喜欢我们启动以后 基本上就是一对一的 我们是随时随地 微信 我们老师都有微信 都可以联系的 那平均在zoom上面沟通 在11年级申请之前 我们是平均每个月 但是我们帮你下校活动 所有都弄 所以下校申请的时候 可能这个频率 会比较高一些 选择暑假活动 不是每个孩子 都需要申请下校的 那其他的这个沟通 什么时候考 什么什么什么 反正老师跟学生 可以随时随地 都可以沟通的 然后我们有单独的家长群 家长也随时可以招老师的 是这样的服务 那到11年级结束以后 这个我开始搞文书了 那个频率就非常非常高了 就是 所以我们就 你说 那对于就是国内上 这样的十年级孩子 因为我儿子上的学校 不属于那个top级的那种 国际的知名高中 那么可能就申请起来 会受一个限制 那对于这个事情 其实我的要求也并不高 我觉得文理啊 或者是其他的 就是top前面50的这种大学 我都可以接受 我就是希望能够帮着孩子 找一个他喜欢的专业 因为对于美国的这些文科的这个专业 我自己的认知来分 我发现就是很多受局限性的并不知道 而且在网站上看也看不太懂 所以我就希望能找一个 怎么说呢 了解孩子 然后又给一个孩子正确的引导 在这个时间段 就是15-16岁的这个男孩 然后针对他 针对他也就有 富有经验 然后有爱心 能够把他一个好的老师 所以会不会我会跟您 再加个微信 我看怎么跟您联系上 好的好的 您在哪里啊 我在北京 OKOKOK 我这里有几个家长 可能是深圳过来 深圳的家长 OKOK理解 OK好的 下面有一个家长 单独给我写了一个 谢谢您 那我下来 没事 你到时候来找我就好了 好好好 谢谢 没事 这个 May I know more about Jobs Guardian parents Oh yeah 他就是 这个家长 问的 我想你应该能够听懂中文吧 我就因为大家都是讲中文的 这个 Do they also help students actually Yeah 是这样的 这个住宿家庭的家长的 这个任务 主要是接送和这个 给他们提供 基本的 就是吃饭 那些launchery 因为美国这个家里都有洗衣机的 都没问题的 那个活动他们都会接送的 但是安排什么活动 他们可能会自己有孩子 肯定建议说 我们孩子打volleyball 你也可以来参加 但是安排 具体说 帮你们安排这个孩子活动 那个孩子活动 不是美国住宿家庭的责任 OK Yeah 那你们一般孩子都是有counselor 他如果到了美国这里来 他肯定有 有个美本的counselor的 如果你们在我们这里的话 我们美本的counselor 我们会告诉你 这个孩子要做什么什么什么 还有他学校里一些活动 我们 我讲过好几次讲座 你们可以到网上 我这个event里面 都有bilibili的这个录像 你们可以去听一下 我们都是强调孩子 在他学校里的 这些involved的 那些club 俱乐部多一些 因为学校老师写的 这个推荐信的含金量 比较好 比较高 而且在学校里 跟同学 跟老师这个关系 其实对孩子的这个身心健康 都非常重要的 家长可以在外面弄 没问题的 但是没必要 就是为了要搞什么 升学 搞个高大商 搞个外面 搞个什么 什么创立一个 什么nonprofit 轰轰烈烈的 没有必要 其实很多事情 就孩子 并不掉坐的高大商 他好好 脚踏实际的 把他自己喜欢 那件事情做好就好了 所以我希望 我回答了这个 就是这个uni的 这个问题 家长的问题 住宿家庭的这样的一个责任 OK 还有其他什么问题吗 OK OK uni OK 那就差不多 我们一个多小时 OK uni说OK了 OK 那个Leo你还在举手 你是还有其他问题吗 还是这个手没有挂下来 你们有没有 好想 OK 好的 行 那好 那今天就到这里为止了 反正 老师不好意思 还是 问 就是个附加的问题 就是刚才我说的 那个年龄的问题 那也就是说 就如果那个 就国内比如说高考 如果考的不好 那是不是还可以再去申请美国的本科呢 国内 等一下 我把那个打一下 有个家长还问我 他的微信联系 我就放在所有的那个里面 所有图就好了 好吧 微信 然后呢 我们还有这个邮件 你们如果你们反正都是微信 我把我们公司的邮件 也发一下 你们也可以找我们 OK 然后 我想你们都在国内 但是如果需要美国的手机 我也放一下 OK 国内如果没有考好 可以过来 没有问题的 但是你的主要是 你的经历就这一点 孩子如果都要准备国内高考 他关键是这个英文 所以主要就是英文的问题 主要是英文的问题 像我们小孩的情况就是 比如英文和数学还可以 但是呢 可能语文比较差一点 那可能你也听说过 就国内高考可能又来越注重语文 那有可能就语文不够好 然后可能高考考不好 这个是可以去 可以对啊 主要他关键是英文好 他如果考不好 他说要 但是他准备英文的时间要很久 他如果先所有的时间 去准备高考了 然后要回来 不想我这里有学生 他不想在国内念了 想要重新再翻过来 我问家长 我说你过来 SAT模拟考 告诉我你考了几分 跟我说没时间 没时间没时间 又拖了嘛 所以还是经历的问题 对就是经历的问题 对啊 就是经历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 我们大家不要把这个 出国的事情想的太复杂 当然对你们 家长来说 把这个孩子这么小就放出去 你们肯定也很紧张 是吧 我完全可以理解 我来的时候 比你们的孩子稍微大一点了 但我父母亲也很紧张 我完全可以理解 但是呢 我们就把这个事情 把这个物散开 就是看到一个本质 就是说孩子如果英文好 他自己想来美国看看世界 自己愿意的话 是OK的 家庭如果有条件的话 就是 能够操作的 就是看怎么操作 没问题的 OK 所以我再考虑一下 就比如说 22岁 或者23岁 读本科一年级 都可以申请 没问题啊 但是你有了美国 你已经有了中国的美本 你就没必要再来重新读美本了 你就来读美研究好了 好的好的 OK了解 对啊 你为什么浪费这个钱呢 美本很贵 你美研还可以拿点奖学金啊什么的了 OK 好的好的 不管怎么样 这里还在的家长就是说 其实如果孩子英文好 什么事情都好办 孩子英文不好 什么事情都很难办 如果来美本 美高留学的话 好吗 好的 谢谢你 你到时候随时找我 反正我们在群里面的 你随时来找我 好的 好的 还有其他什么问题吗 原来的 没有了啊 你的手原来是 好了 那就那个谢谢大家了 OK 今天我们差不多 安时结束 嗯 我还有一个问题 啊 请问嗯 嗯 刚才有一段说的那个加高 我也想问一下你 就是说 美高不是有对美本的 类似女士刚才说的那个 feet school呢 那么 呃 加高的话 有没有就是说 因为他们很近呢 有没有对美本类似的 beet school 或者说 呃 美本对加高的了解的程度 跟美高是差不多呢 呃 这个 美国大学在加拿大招生是蛮多的 OK 我当年在卡内尔念书的时候 加拿大招生是最大的留学这个国家 因为卡内尔离加拿大确实很近 你知道吗 嗯 嗯 呀 所以没有没有什么问题的 但是呃 呃 总两个国家的文化什么什么都很相似 呃 嗯 我不是说一定要劝你来 我也是 不是说一定要劝你来来美国 你如果觉得去美高去加拿大OK 也可以啊 也没什么问题 我们也帮加拿大的 如果你去了加拿大 那个念念高中 我们也可以帮你申请到美国来的 我这里有不少加拿大的学生 也有留学生 我是很想知道 就是说美美本对加拿大一个教育的嗯 这个level吧 他是怎么看待的 因为美本 对 完全因人而异 啊 就是你要去的那所加高 你看看他们进美本的学校 那个学生多不多 OK 这个事情是个是个 因为他们如果说来 如果根本从来十年没有收过一个一个一个学生 那就算了 你就不要去了 嗯嗯嗯 你肯定要看他的profile的 你到这里来 我帮你孩子搞到那个美高去 我就告诉你看 2022年进多少 2021年进 我给你一个清单 你要看一下 你觉得OK的 那我们就到时候搞 懂我意思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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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 嗯 谢谢 OK 耶 嗯 好的 行 嗯 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呀 OK 那好 大家早安 OK 周末快乐 谢谢啊 那我们到时再联系了 嗯 希望我们能够帮到你们 OK 呀 谢谢大家 OK 谢谢老师 谢谢 拜拜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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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